问一下各位 你们家的PS5是竖着放的还是横着放的 你们认为哪种方法更好 其实两种方法都好 只不过竖着放它更漂亮 横着放它隐秘 便于隐藏 你们看当前这个画面 哪个是PS5 PS5没了 这个白色的家伙更像一个路由器 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可能更不容易发现 它是个游戏机 那么怎么才能把它从竖着放变成横着放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教程 首先我们先关机 彻底关机而不是待机 然后准备一个硬币 现在硬币很少了 这种开坚果用的东西都有 它也可以 而且非常好用 屏幕黑屏了 不要着急 一定要等PS5彻底灯不亮了 然后再等几秒钟 拔掉电源和HDMI线 然后找到底座 竖着放的时候是有底座的 横着放也需要底座 这个底座以前有个螺丝 和各位分享两个小知识点 一个是这个螺丝 竖着放的话 PS5放在这上面 然后螺丝拧到PS5上 但是如果横着放 是不需要螺丝的 这个螺丝是可以隐藏在底座里的 它是可以转的 这个螺丝怎么放 各位看一下 是这么放的 我开始放了很多次 才放进去 这样放是最完美的 千万不要认为它应该是竖着放 或者是其他方法 它是斜的 斜的才是正确的 放好了之后 给它藏起来 以后想竖着放再拿回来 这是第一个指示点 第二个指示点 PS5握着也是需要底座的 这是用来拧螺丝的 底座上有两个钩 以前这两个钩是勾在 PS5底座的后面 现在是要勾在PS5的侧面板 这个带标志的朝上 在标志的这侧朝上 下面这一侧面板它是不平的 这样就需要底座 底座这两个钩各位要注意了 我们找它上面板 它的内侧是有纹理的 这个纹理的两侧都是方块 那这两个钩 是要勾到这个两侧的方块上 上面这个面板是没有纹理的 两个钩 勾到纹理 它正好是有个槽 正好是两个方块 然后给它按进去 没有声音 就是按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它的平衡点 然后放平了 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后面一定要保证出风 因为夏天到了 PS5游戏很热 PS5是前进风 上进风 后出风 下面也有一些出风口 它的主要热量是往后的 风道是从上前到后 这么一个风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